我们今天来浦东的宝莲安 宝莲安平时是不对外开放的 只有周末和初一十五才对外开放 开放时间是早上八点到下午三点 今天天气正好 今天初一啊 这里有个小门啊 一不小心就会从桥上面走过去啊 宝莲安的山门 请相处 宝莲安始建于明万历五年 公元的1577年原名叫景亭安 原来民前有一所方亭 为路过的行人歇脚的时候方便喝水 在亭子里边找了一口井 就是这口井 天王殿 天王殿里供奉的是弥勒菩萨 左邪式是法华灵菩萨 右邪式是大妙像菩萨 照相都给女性化了 四大天王和委托菩萨 有没有感觉这座寺院里的佛菩萨像 跟其他寺院有点不太一样 中楼 古楼 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前面四根龙主 四根龙主 大雄宝殿中央只供奉了一尊佛像 就是我们的佛陀释迦牟尼 两侧是十八罗汉 后面左边是普贤菩萨 后面也没有我们常见的海岛观音 右边为数菩萨 慈悲喜舍 里面供奉了一尊余佛像应该是余佛殿 拜堂在这里 师父们在宋经 这应该是念佛堂 祁兰殿 祁兰殿 祁兰菩萨 有课止步了 不知道什么殿堂 我们上去看一下 三楼观音殿 有词堂 是观音殿 里面供奉了一堆观音菩萨像 还有很多的迷你观音像 中間鴨蛋 鴨子 手上鴨子 鴨子 第一次离蹲脊兽这么近 狮子 天马 海马 酸泥 仙人走兽 仙人不是应该在前面指路吗 怎么跑后边去了 上面的是壁雷真 对面是牡丹公园 后边有一棵小菜地 大料也在这边 古炉的后面有一座石佛塔 带来了可以绕一下塔 宝莲安在普通的高行镇 是念高行还是念高行 宝莲安只有初一十五和周六周日开放 开放时间是早上八点到下午三点 重要的事情说两遍 普通牡丹园 宠物友好 公园还挺舒服的 我现在是在对面的牡丹公园 大家也可以顺便来游览一下牡丹公园 这边环境还不错 比较清静 这块石头有点照壁的意思 这个角度看过去还是可以的 这个公园很人性化 这边还有宠物饮水的地儿 让宠物享受户外的阳光 照顾好您的宠物 收拾好宠物的瀑布 如果是乘地铁来 六号线周海路地铁站 一号口出来 骑车过去十几分钟 不行的话要半小时 好 好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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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